中國大陸沒有時間跟你吵架 因為要往前走 譬如說發展軍艦發展 這個六代機就是如此 譬如說中國大陸六代機 變形機順利試飛 在沙漠有個機場 工程師跟科學家 進行了相關的試飛 發現試飛 雙側側翼的一部分 會從戰機脫穎而出 然後會發現 有兩架的無人機出來 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真的是新的一個概念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你會比較清楚 看得清楚 這是這一艘被說模擬的 這種類似的這樣的一個飛機 你可以看到有無人機 所以這是有人跟無人 一起結合的概念 這個都是很特別 因為中國現在的底氣夠了 就是說中國對於太空 對於天空 對於氣流 因為中國的風洞 做得夠大 所以它本身 因為風洞做得最大 所以各種科學的測試 都已經有這個條件 之前你沒有那麼大的風洞的時候 你只能夠在電子模擬計算 那麼到最後做出一個樣品機 然後再去做測試 坦白說 整個研究的進度是受限了 現在中國自己的儀器 各種設備都是製作的 都是自己研發的 而且效果性能都特別好 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的研究空間就放大了 研究空間一放大 就給科學家 他們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更重要的地方是大計算機 因為這些東西最後都是要 經過大計算機在跑的 而中國的超大型的演算能力 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第二名 有的時候美國又第一名 但中國一直是保持領先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那麼超大型的計算機 使這一些經過風洞測試完了以後 它在跑數據的時候 它的速度特別快 就節省了科學家的時間 所以中國的科學家 他就可以放手放膽去研究 您剛剛看到的植母機 也就是說有人機跟無人機的 一種搭配組合 這樣的情況會使它的作戰能力 就更強了 也就是說有些的軍事動作 或是作戰的時候 由無人機去執行 可是過去無人機 因為它飛得比較慢 它飛得比較慢 然後它本身的飛的航程 會受限制 那因此你用戰鬥機 然後再用這個無人機 去搭配執行 那這樣的話會減少 這個有人的戰鬥機 它本身的風險 那這樣的話在未來的作戰 當然又是更新的概念 對啊 你無人機不用自己飛 你可以借著有人機 幫你載到某一個地方 跟速度的時候 它在執行很重要的任務 所以這植母機不得了 所以中國大陸六代機 賴老師早就說了 比你美國 美國一個影都沒有 中國大陸不只有影 你可以看到還包括 大家都知道殲20首飛13年了 六代機真的來了 那在省飛要慶祝73 成立週年的時候 這個徽章上面亮點 也疑似出現了六代機的圖像了 所以六代機會只將橫空出世 還有中國大陸殲20的 總設計師楊偉說 我們不久就會看到 殲30跟殲40 未來飛機會像科幻電影 一樣的變形金剛 這個都是都已經預告了 還有轟20 對 大家都在等待的轟20 所以都已經開始在預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中國的軍工科技的發展 它是跟民間是結合的 軍民兩用的這種融合的技術 民間的技術融合進軍方 軍方技術那麼應用在民間 所以是相得益彰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發展中 正如兩院院士在這一次習近平主席 那麼主持召開的兩院的院士中 撥化出2035年中國的科技願景 要打造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 科技強國 我個人認為這是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因為不能被你卡脖子 所以習主席來說 很多努力或科研真的很重要 難怪在嫦娥成功取樣之後 習主席也是給予很大很大的一個祝福 所以廖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楊偉不只說 會看到殲30殲40 那美國不是很自豪什麼B21嗎 那楊偉說什麼 我們的轟20 性能不會比你差 而且美國B21比不上轟20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這個底氣 我們都知道這個B21 它是陽春版的B20 閹割版的 因為美國由於它的經費出問題了 那麼之前由於好大喜功 所以它的V2 這個隱形戰略轟炸機 它本身的設計 建造 太過於昂貴 太貴了 那美國後來招不起 養不起 也摔不起 因為它實在是太貴了 太貴了以後怎麼辦 美國現在越來越沒錢了 然後它的這個債務 債台高足 然後它的人事費用也越來越高 它各方面的通貨膨脹的關係 所以它的國防經費 雖然是8000多億 快8800億 但它實質上由於扣掉通膨 人事費用能夠用在科研的 這個部分裡面已經 是比以前更加的緊張 在這個情形下 它很明顯的知道 它的這個戰略引擎轟炸機 B2轟炸機不行了 那因此它搞了一個陽春版的B21 那陽春版的B21 它又要忽悠全世界 要忽悠美國人 說我們的陽春版的B21 比B2戰略轟炸機還要好 你相信嗎 怎麼可能 閹割版會比原本的好 當然不可能 但是說大話的能力一流的 所以他們先吹噓 吹噓完了以後 大家都知道說 閹割版的怎麼會比這個 原本的還要好 更便宜的陽春麵 怎麼會比牛肉麵好呢 沒有牛肉的麵 就叫那個牛肉湯麵 那牛肉湯麵怎麼會比 牛肉麵好呢 原汁都沒有原味了 所以陽偉他會這麼說 陽偉他會這麼的直接的說 我們的紅20 絕對比你B21還要好 我相信沒有陽春版的牛肉麵 就是牛肉湯麵會比牛肉 原汁原味的牛肉麵好 笑死人了 對 真的 那尤其你真的不要小看中國大陸 很多領域是彎道或換道超車 所以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以前殲20還沒出事的時候 美國自以為自己空優很強 但是殲20出現之後 天啊他們把這個F22沒有量產了 因為原本以為說我光這個F22 就已經你美國中國大陸又沒有 這個隱形的戰機 就現在殲20來了 不只殲20 現在六代機也來 轟20也來 通通20都補齊的話 美國還有空優嗎 我覺得美國的空優早就死去了 美國在這一次的這個F35 跟殲20的空中較量之後 他們自己也明顯的發現 他們的發動機不如中國的 殲20的發動機 因為中國的超高因素 比這個美國的發動機的作戰 的引擎的能力更強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相信因為台灣 還是有很多人活在過去 他永遠不去update 去更新 余北辰嗎 他們永遠其實連國民黨 也有很多藍營的立委 過去的卸任的立委 他們也都是 都以為美國是棒棒棒棒棒 然後中國大陸永遠落後於美國 我覺得這種觀念繼續如果存在 在這些人的腦袋裡面 就是叫做不死人間煙火了 連美國自己的空軍司令都承認 殲20的性能相當的優異 而且飛行員的操作的技巧 非常高超 所以美國早就沒有空優的 這個領先的部分 早就沒有了 對啊 以前美國在跟別人打仗的時候 都說他要有絕對的空優 我要比你遠 我看得比你遠 飛彈要比你能夠打得遠 但不好意思 這個所有優點 中國大陸都比你強 因為有後發優勢 我雷達看得比你遠 我空空導彈又射得比你遠 那再加上在中國大陸 家門口作戰的話 你到底優點在哪裡呢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裝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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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